再來的話,我們需要用到,這邊要產生1234,這個我想應該按個Ctrl鍵應該都會啦,1234567,可是問題往下就不會正確 另外就是說,這個數字呢,如果我今天希望讓電腦幫我自動產生的話,那你可以記一個叫有兩個很重要的函數 第一個就是根據藍,藍的函數就是叫Column,那列的話就是肉 所以呢,我順便教各位,剛剛基本上教的是屬於日期函數 所以如果你剛剛聽得很吃力的話,表示你日期函數部分呢,需要多加強 那坊間書籍很多都是教日期函數,你就把日期函數看熟 那接下來就看那個所謂的那個坐標函數 所謂坐標函數呢,藍跟列我們怎麼樣讓它定位 因為四算表不外乎就是藍跟列嘛 那如果你懂得藍跟列就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那我要怎麼做,首先第一個,優標先放在A3對不對 那你在插入函數裡面呢,請各位在這邊找一個Column C開頭 所以你打一個C,或者快速打一個CO 這個時候要英文模式,往下找COLUMN,這個就是Column 它可以傳回參照位置裡面的藍,藍按確定 確定之後它問你說你要對照的是哪一個 那我們就以A3當成基準,點一下 那特別注意呢,它會回傳回來 因為它只看什麼呢?只看的是藍的部分 那現在在第幾藍?A藍嘛 不過就看數字的話,就第幾藍?第一藍嘛對不對 B的話是第二藍,一直在一推 好,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,那我們就得到什麼?得到1對不對 那如果你往下,往右填滿,拉過來就會怎麼樣呢? 因為它的藍數會怎麼樣?會自動增加A變B 加A 3 我们下期再见